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的咱们客观点评向新能源车 一电池储能光伏 新能源方向 那么凉凉规避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指数 首先对于新能源方向的态度和观点的话呢 其实在上周甚至呢在上上周 给出的一些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就属于呢从4月27号以来的反弹非常强劲 但是呢他激励大量涨幅过之后 很多板块指数呈现的是一种破位和反抽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我们从残忍视角来进行解读 例如从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很明显 它是用传统维度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平台的破位与反抽 反抽过周的话呢 反抽力度比较弱 当前的再度线下拐头 从量能来看的话呢 量能已经和前面的持续方量 这个激励的话是最好赚钱的一段走势 但是后面的这种震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局部的一些补涨的个股呢 还是有轮动的纠点的 那么当前的破位反抽 然后量能在持续的缩减 后面的话呢 该方向防范的是呃 向下的延续 用残忍结构的话呢 前面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 盘整上被迟 那么当前的防范的是反向运动 那么我们来看 用30分钟 级别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30分钟的 防范的是30分钟 列出了30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向上呈现在了被迟的几点 那么回落的话呢 目前来看 他回落直接把前面的这个中枢给跌穿 跌穿过之后的反抽的力度比较弱 那么防范的是一 30分钟2323类卖点的一个公正 然后的话呢 防范的是新的 从1687以来30分钟走势类型下的发展 当前呢 是属于下跌未完成的一种状态 好 这是新能源车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锂电池 好 那么像锂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呈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也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破位下跌 就是呢 下跌 破位下跌于反抽 那么对应的 从3030点位以来 我们来看 用传统视角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颈线位 破位之后的一个反抽 没有重新站在颈线位的上方 当前的话是属于 也是属于线下拐头的一个动作 而且的话呢 量能持有缩量的一种状态 用常论结构的话呢 也是更加的清晰 这个清晰的指的是什么呢 用30分钟的走势结构来先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当前是属于30分钟 走势类型的 呃 向下的发展当中 好 那么后面观察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后面观察的视角对于该方向 因为前面积累大量的涨幅 而且的话呢 人气聚焦 量能处于方大 那么呢 经过一个震荡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他实际上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一些高标类型的个股已经率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下跌 或者完成 呃 对线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当前再一次向下破位反车之后再一次进行回落 那么整个板块只要说持育缩量的一种状态 那么后面的话呢 风险大于机会 大家呢 可以举一反三 咱们前面呢 经常讲到的一个对于板块跟踪的三个维度 一个是板块本身的量能的一个呈现 第二呢 板块内部有没有风向标 第三呢 从走势的角度来讲 能不能不断的呈现出个股的恒强和走势结构的一个恒强的一种节点 那么如果说量能处于缩减风向标的话呢 又没有 那么对应的话呢 属于风险大于机会的一种状态 好 这是链子板块指数当前的一个成像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储能 光伏 好 那么像储能板块指数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对于储能板块指数的一个 表现 好 那么从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呃 用最简单的趋势线的破于反出的视角来进行看待 就是呢 前面地点和地点相连对应的 这是一次什么呢 这是一次前面的像这样的一个持续带量增量的一种表达 这是属于单边上 而后的话呢 勾住一个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在网上明显的有这样的一个背驰的一个关系 而是呢 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应的因为量呢 还没有明显的缩减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依然会呈现一些个股的话呢 是属于轮动 甚至属于有给新高的节点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下跌 用传统视角是属于破位反出 用残忍结构的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观察的一个维度是什么呢 从1449点位以来 那么对应的30分钟下 像下的这样的一个未完成的一种状态 好 如果说呢 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种状态是属于什么呢 当前的一种状态就属于从1449点位以来 先看什么呢 先看一个30分钟走势类型下的完成 就是要先观察第一个三分钟收入 然后呢 再观察先下的离开段 是否被迟 当前的话 因为前面积累的涨幅巨大 那么近期一个是量能的缩减 第二的话呢 从走势的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的属于这个位置回落 破前面低点 那么呢 反抽的力度比较弱 后面的观察一个三分钟收 然后呢 再观察一个先下离开段 这样的话呢 再看待是否有被迟 如果说呢 当前还属于向下的未完成的一种状态 这是储能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光伏 好 那么对于光伏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其实 对于很多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它的结构呢 是大通小异的 破位反抽 再进回落 持续数量 那么已经连续调整四个交易子 再进行 点评 有的国有呢 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马虎破 但是呢 如果说你持续收听的话 那么在前面 咱们对于光伏方向的话呢 对于整个新能源方向 更多的一种视角是什么呢 对于底位底下 跟进底下结合的单阳不破 那么呢 用不让的视角 短线的维度呢 去跟 但是呢 对于整个方向来讲 整个新能源方向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更多的是把他做为什么呢 作为 破位 反抽的一个视角来去看赖的 那么 这个节点再进点评的话呢 只是说后面 对应的 该方向 只要说量能没有重新回到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量能当中来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 对于该方向的一个视角来看 保持谨慎的一种姿态 所中有的话呢 那么呢 如果说仓位重的 以降低仓位为首要目标 如果仓位轻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一个 呃演绎而言 第一 你的 任何的这种进场节点 一定要有纠错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态度在 破了纠错条件 那么及时的进行纠错 及时的进行离场 不要拖泥带水 如果说呢 没有破自己的纠错条件 后面反弹的力度 如果说呢 整个板块和个股 呈现方量的一种 走强的公正 那么你还可以期待 如果说呢 即便出现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呢 量能没有很好的跟上 没有出现板块和个股 本身的一个公正的有表达 那么呢 反弹也是找卖点为主的 好 那么对应的像整个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 取一反三 例如像无人驾驶 对应的话呢 它当前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下跌的这样的一个 呃 蓝料电池也好 包括呢 像轻能源 轻能源的话呢 对应的 这个位置的快速缩量 它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前面反弹没有新高 再一次回落的话呢 快速缩量 缩量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的低点 1200点的位置 如果是守不住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它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给新高的这种节奏 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那么这个位置 只要说那前面的低点不破 后面的话呢 能够 及时的方面啊 那么你还能够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视角去看待 但是呢 如果说把前面低点给破掉了 反弹的力度弱 下跌的话呢 不断给新低 那么呢 新的下行通道就已经形成 好 那么 对应的 呃 包括了封面 封电的话呢 那么对呢 它的量堆层面来讲 也是一波 弱于一波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新能源方向 像特斯拉也是属于破位 反周 30分钟 30卖点的一个节点附近 好 那么呢 就这样的一个点评的话呢 更多的也是风险的一个警示 希望呢 如果说还关注的 或者说呢 手中还有相应 还有该方向类型的个股的 虽然说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但是呢 在大的一个方向 呈现风险大于机会的节点上 那么操作一定要更加紧正 常会管理更加严格 那么呢 如果说触发纠错的条件 那么呢 要敢于执行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规避更大的风险 好 希望这样的一个讲解呢 对于粉丝朋友呢 也能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其他板块的话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一看板块本身的量能 二看板块内部个股 有没有风向比较呈现 三的话呢 那么板块 不管是从个股也好 从指数走势生长也好 是属于很强的 还是属于很弱的一种状态 因为当前呢 整个板块的 多数板块呢 是缺乏这样的持续性 而且整个市场 是属于纯量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保持一定的谨慎 然后的话呢 适当的管住手 如果说呢 不好做的时候 那么呢 少操作 然后的话 整体来讲 空一空仓位 那么未必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至于说 至于后市 什么时候还会有新的机会面 什么新的方向 那么呢 市场的资金 也就是呢 量能的一种呈现 一定会有信号 会有信号发出 好 保持一份耐心和平常心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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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